新春期间常有工厂还是正常营运与出货 针对劳工以及外籍移工权益的确保 以及劳基法相关的咨询 春节期间县福依旧提供服务 透过1955专线协助劳工朋友解决问题 让劳工权益获得更多的保障 针对劳工休假以及移工等等政策 与劳基法相关咨询 执灾通报等等业务 春节期间社会级劳动处秉持着服务精神 提供不打烊服务 让民众遭遇问题时可以充分获得解决与协助 发生执灾造成劳工的死亡 或是离灾的人数有超过三个人 或是离灾有超过一个人 但是必须要去住院的话 都必须要进行执灾的一个通报 那有关职业灾害劳工的权益跟法令的咨询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专线叫做1955专线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可以拨打0800 085 151的一个专线 我们都能够提供24小时的一个 像这些你的权益还有就是法令的一个咨询 都能够提供完善的服务 那另外我们都知道就是劳基法修法之后 有关这个雇主跟劳工资方跟劳方之间 这个劳基法方面都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也能够在透过这个1955这个专线 还有就是0800 085 151的专线 能够来咨询 我们都会提供这个完整的服务 除了劳工权益的确保 针对外籍一共的部分 社会及劳动处一样提供相关咨询 透过1955专线 提供24小时的无间断专业服务 接听人员除了中文外 亦提供英语 泰国语 印尼语 以及越南语的咨询服务 我们南投县外籍一共 统计大概有超过一万两千多人 这些一共来到我们台湾 新型的工作 我们也都要给予关怀 那这些一共们 外籍一共们 如果说有遇到任何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拨打1955专线 那这个专线里面 我们是24小时来提供服务 那除了我们的国语之外 另外它还有四种外国的语言 包括英文 泰国语 还有印尼语 还有越南语 都可以提供外语的服务 也希望我们这些的外籍移工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在春节期间 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拨打 南投县政府在税末之际 针对社会福利措施之外 也针对劳工相关议题提供资讯服务 让劳工朋友以及外籍移工 在春节期间的职场上更有保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